各位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做女人就这样 《悲美妈妈咪亚》 由《悲美爱家奶粉》独家冠名播出 《悲美爱家》为妈妈的爱加分 本节目由水中贵族百岁山 引用天然矿泉水特别支持 让我们有请第一位妈妈 几位叔叔好 博子姐姐好 我们是 她说什么 她说几位叔叔好 你们指定了 好 三位侄女 叔叔欢迎你们 请跟叔叔们汇报一下 你们的年龄 姓名 我叫唐许杨 大家可以叫我唐汤 我生于1990年 哈喽 大家好 我叫行雄山 大家可以叫我珊珊 我也生于1990年 哈喽 大家好 我叫李雅丽 大家可以叫我莉莉 我出生于1993年 所以我们是 003组合 你们来到妈咪啊 心愿是什么呢 作为90后的年轻妈妈 因为我觉得我们都已经是 崩三的年纪了 然后我们不来疯狂一把 我们就都老了 所以呢我就召集了 我的90后妈妈朋友们 和我们来一起疯狂一把 这个话有没有照顾到 说的书去直咳嗽 哈哈哈哈哈哈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 现在我们90年的都是 上有老下有小了 都不是家里的小公主了 我觉得我回去生了个孩子 我出来一看 哇 都是95后的天下了 然后96 98年看到我都会说 你可以回家带孩子去了 很闲编我 哈哈哈哈 我现在真的会听不下去了 带来什么样的节目 来缓解这样的中年危机啊 哈哈哈哈 待会你就看到了 那我们来一起 跟你们分享和分担 好吗 太多熟啊 我们先订阅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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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下个小瘦镜 太逗了 什么 怎么会这样 我先回去把我儿子抱出来 我该不是一伙的 三位侄女 用你们刚才对我们的称呼 把我们这小孙子小孙女都带出来了 对 把爷爷看傻了就 抱上了孩子以后 这个节目马上就加分 然后现在我觉得孩子已经要把这个话筒当奶瓶了 我觉得还是孩子们台边上休息一会儿 对 好 这奶奶来了 哎呀好年轻啊 外婆奶奶 看到那么有朝气有活力的孩子 你们怎么就觉得自己老了呢 应该觉得更加年轻才对 没有啊 可是现在 你看在座的这些肯定很多年纪都比我们小 也有应该有当妈妈的吧 现在很多都是那种95啊94啊 都有孩子了的很多 网络上很多的 我听到小孩哭声 他们一离开你们 他们就哭就代表 平常心里面自己带小孩时间比较多 对不对 因为实际上很多80后嘛 他们就很辛苦地出去赚钱 把小孩给自己家里老人带 然后家里老人身体呢就补好了 他们很辛苦赚在这钱就给老人看病 我觉得这就很不值得 所以我们都会选择一份比较自由的职业 那三位现在选择的是什么职业 让你们既可以兼顾自己的事业 也能够兼顾到家庭的照顾 我是淘宝店老板娘 我是那个服装店老板娘 我是四层火锅店老板娘 哇好厉害 90后四层火锅店老板娘 对他们可能也想要每一天陪着小孩 我就是80后 所以我生活条件 其实真的没有他们90后那么好 所以也别管是几零后 我觉得这个不同的阶段 但是都有同样的人生 其实没有那么大的区别的 我们70头也在为未来在努力 其实是一样的 因为我们对70后是很尊敬的 因为你们和我们父母差不多大嘛 因为格大了嘛 因为格大了嘛 舒均老师 所以他们的父母是70后 不是你 他只是六层 那就是差不多差不多 在他严历我们这样叫做三代同堂了 对对对对 607080 那如果不通过你们有什么感觉 我觉得叔叔不会不让我们通过的 程磊我们可以来表决了吗 叔叔 我就先说了 太可爱了 谢谢 我要给你们通过 因为你们那几个孩子实在是太正分了 太正分了 用这个你们喜欢的新的词 我就得用手动点赞 谢谢 谢谢 我觉得他们就是90后妈妈的一个代表 就是年轻的有点嚣张 然后提前喊老 最自然的展现就是你们的魅力 谢谢 谢谢 你们不是老 你们是开始长大 慢慢变成熟 这票我就给你们通过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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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要请下一位妈妈 请做一下自我介绍 我是华语组合 我们来自北京 华语组合 那你老公是宇 没有 我儿子是宇 宇然 那既然说了是组合的话 能不能请全家就一起上来 让他们见识一下 好啊好啊 这位兄弟你好 你做一下自我介绍 好 Yeah Yeah Come on Hello 大家好 我叫终于然 小民小可乐 你看见我就乐 今天我最老 小姑非常帅 爱唱歌 爱rap 会跳舞 会打 这位是我的妈妈 她的名字叫黄幻 我们的组合名字就叫黄语组合 这位是我的爸爸 她的名字叫东岳 爱唱歌 爱跳舞 唱歌是好跳 跳舞是乱跳 Yeah Yeah 谢谢 太逗了 可是你这想了 这头发上还有字呢 对 这不是妈妈 然后这不是咪呀 哇塞 这都是我妈妈昨天剪的 妈妈给你剪的 先用眉笔画上 然后再用剪刀剪 按照那个眉笔来剪 哦 然后妈妈为什么不跟爸爸 剪一个 背英美呢 哈哈哈哈 就干脆冲个拳套是吧 对呀 背英美 没有想到 因为我爸爸不是搞艺术的 哦 就是我给我妈妈搞艺术的 哦 这样的哦 哈哈哈哈 太好玩了 爸爸你看 你要刻个背英美 你还没资格啊 哈哈哈 艺术家才有资格 哈哈哈 你们呃 是在呃 住在什么地方 住在北京 哦哦 北京人 对 北漂 哦 北漂 对 那个之前我们是生活跟工作都在都在杭州 杭州人啊 对对对 我们结婚之后呢就是呃我们呃呃白手起家 然后自己开了一家打印机的代理店 嗯嗯嗯嗯嗯嗯 然后又从呃一家小的店面然后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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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们的公司也就一下子就破产了 就包括我们自己家里的车子房子什么都陪进去了这样子 然后我们也是颇雨无奈 然后老公就下定决心带着我们去北漂 那在北京漂着做什么呢 现在我们没有固定的收入 就是老公他就是帮朋友那边去打打杂 我呢就是周六日然后去给小朋友上上课做做家教 然后平时的话也去几家那个小的服装厂 然后拿一些半成品回来我自己加工 对对对 一个月收入有多少 一个月两三千 原来呢就是在公司好的时候 好的时候那个时候有年收入有两三百万 现在等于等于就从头要再来啊 现在是还好一点我们最起码能维持生活在北京 就是刚开始到北京的时候 比较苦特别苦 然后我那个时候我们为了省钱 然后就去超市买了一个这么大的电热杯 然后在家里天天煮面条吃 嗯吃了好几个月 对于孩子我们大人怎么怎么着都行 就是对一个四五岁的孩子来说 我觉得蛮对不起他的 没关系 他现在看到面条他就想吐 妈别哭了 今天你们带来什么样的表演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一首《让爱住我家》 太好的一首歌了 太精彩了 来 让我们掌声欢迎环宇组合 为我们带来《让爱住我家》 我爱我的家 帅气巴巴 漂亮妈妈 爱事不吵架 常常被我玩耍 我爱我的家 宝贝儿子我的他 爱就是忍耐 家庭所有犯罚 我爱我的家 淘气儿子我亲爱的他 爱就是付出 让家不缺乏 让爱天天祝你家 让爱天天祝我家 不分日夜 秋冬春夏 全心全意 爱我们的家 让爱天天祝你家 让爱天天祝我家 从安快乐 拥有天爱 让爱永远 祝我们的家 让爱永远 祝我们的家 好厉害 怎么说 就是因为公司的事情 公司倒闭了 破产之后 我整个人 就颓废了很长时间 那段时间 老婆孩子一直 陪着我 然后 让我能够 度过那段时间 所以我现在就想 能够空下来 好好多陪陪他们 不管怎么着 我可以上班下班 然后回来之后 跟老婆孩子一起 做做饭 然后假日的时候 跟他们一起 逛逛公园 逛逛街 挺好的 当时这种生活 我根本就没有 珍惜过 现在我觉得 这才是最重要的 因为我觉得 我真正的财富 并不是说 有多少钱 可能是 就是我的孩子 和我的老婆 他们就是我 最大的财富 说得完全没错 我真的是想 说得太好了 这个电视机前 一定有很多观众 看到这段时候 真的 千万别跟 自己的老婆 什么小孩说 爸爸是为了你 每天要在外面赚钱 爸爸很辛苦 爸爸要在外面 去做多少事情 没有时间陪你们 你有多少钱 真不重要 你能陪在家人身边 就是最大的幸福 我要想 对我老婆说 她真的是一个 很棒的 很伟大的妻子 很伟大的母亲 如果没有她 我们这个家 真的就 就毁掉了 就散了 因为 我老婆 挺不容易的 就是 那个 我想说的就是 因为 我当时问律师 我说 这个房子 能不能保住 他说 能保住 我说那 怎么样才能保住 他说 你就跟他离婚 就可以了 然后我后来 想了很多 我就跟我老婆 说了好多次 我说老婆 我们离婚吧 我老婆 他就坚决不同意 他说 我们分开了 我们这个家 就不存在了 我们要房子 还有什么用 所以说 当时我老婆 就坚持没有离 他就偷偷地 还是把房子 抵掉了 然后帮我 还掉了一部分债 这样的话 虽然是我们 现在居无尽所 但是我们一家人 还是很圆满 所以我在这里 非常感谢我老婆 伟大的气 爸妈 你要说什么 那个没关系 有我在呢 咱们一起加油 真的是你说什么 太棒了 其实我觉得 我们一家人 在一起 不管在哪里 都有一个很好的家 有没有房子 都没关系 对 在一起就是一个 完整的家 还记得我们当时 结婚的时候 说的那句誓言 记得 记得是吗 不管贫穷 还是富贵 不管疾病 还是健康 我们都要彼此相爱 不离不弃 直到永远 我爱你老婆 爱我们这个家 儿子 我们是最棒的 是 很多人来这个舞台 都有个心愿 此刻我也有个心愿 我的心愿就是说 我好好的家人 一起努力 让我的家 像你们的家 一样幸福 谢谢你们 谢谢 我突然特别想回家 谢谢 我觉得妈妈真的是一个伟大的 安定的力量 妈妈在 家就在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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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老师 通过 那么多集 我都是用手拍那个 今天 我用我的眼泪来拍 谢谢 来抱着 抱着 抱着 大家好 我叫黄业荣 朋友们都叫我黄荣 来自四川儒州 儒县百合镇 冬夜村无处 好多朋友都说我长得像张子怡 所以说都叫我儒县张子怡 就是我上的最大 最平的一个舞台 这是第一次 非常紧张 走 妈妈妈 I really love 妈妈 欢迎来到妈妈咪 请做一下自我介绍 我叫黄月荣 朋友们都叫我黄荣 我来自四川 儒州 儒县 百合镇 冬夜村无主 为什么朋友们都叫你黄荣 因为你老公叫郭靖吗 不是 他们觉得叫黄荣好记忆点 他看出来 我有点 看到张子怡的感觉 我觉得他也有一点张伯志的感觉 对 我更喜欢像张伯志 我想说有一点 对 我跟子怡两个加起来的感觉 这有点像 就是有人这么评价你吗 生活当中 有 有朋友说过 他们都叫我卢县张子怡 真是叫卢县张子怡 但是比子怡漂亮 我建议导演主 我不敢说 这句话是一定要用 有没有人夸过你比张子怡还漂亮 这倒没有 黄老师 黄老师是第一个这样夸我的 那你就是长这么漂亮 身材又这么好 你的职业是 我是一名演员 是一名演员 对 都有哪些作品呢 真是一名演员 我没有作品 我就是在我们村里面 红白喜事做表演的那种 这个也算是 对 是啊 我注意到你的腿 很多棒 到底发生什么事 是我平时这个 这个表演的时候受的伤 因为我们平时演出呢 都是在那个田里面搭建的舞台 然后我们的木板呢 都是凹凸不平的 很多时候就需要这个 很多大叔大妈帮我们抬板子 然后呢 我在上面表演的时候 就难免会受伤了 然后这是我上的最平 最大的一个舞台 所以我们都没有想过 那今天一定是最辉煌的舞台 对 你一定要好好享受 好 开始你的表演 在云之难 怪记的地方 往事疯狂 随风仰望 无力全面 跟神总亮 无法无法 十年的遥望 Zither Har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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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承认还是累子有眼光 现在我也可以这么说 当你一旦和钢管接触一刹那 你真的比张子一还漂亮 谢谢陈丽老师 而且我是第一次看到过 有人在晃悠悠的钢管上 表演钢管舞 这个钢管也是你平时自己做的钢管 对 这是我自己做的道具 那为什么会晃呢 可能钢管的质量不好 因为这个管它是我自己设计的 这个底红是根据我的体重 就是比我的体重要重一点 就要设计的 这样一个节目 这么就是激情澎湃 应该是在结婚的时候演的吧 什么演出都在演 比如说白事我们也在演呢 也演这个节目啊 对 在我们卢山那一块呢 就是过了六十岁的老人 过世以后就称为喜伤 我们应该刚刚心情地把老人家送走 家属呢就在屋里面 然后我们就在外面表演 他叫白喜事 对对对 红白喜事嘛 都叫喜事 对 我有一句小孩几岁 我女儿六岁了 六岁 身材还是那么好 你二十六岁 对 你很早结婚生小孩 二十岁生的 那老公呢 我老公呢 他以前是出租司机 后来呢 我觉得吧 这个跟我一起跳钢管的话 收入可能要好一点 我也让他再学钢管 老公也在学 那老公在哪里 有没有在 在我老公在后场呢 老公为什么要后场 带老公来 还是希望就是 因为我现在呢 就是在外边演出的时候呢 我还另外设计了一套 就是独门绝学 我一个人的这个创造的 什么独门绝学 我可以给大家表演一下吗 当然太好了呀 哎呀 今天还要看到 就是附加值的节目哈 老公必须要帮一下 那我们来看看这个 把你二十岁就 俘获到手的老公 是啥样哈 老公也很帅呀 以前没有恋爱的 我因为我之前是个单亲妈妈 然后后来才认识我的老公 在一起的 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 我小孩才六个月 到现在我们都没有 共同的孩子 因为他觉得我女儿太小了嘛 不希望给孩子 造成这个思想压力 所以说他让我们 晚几年再要 谢谢他 好懂事 所以通常一个好男人 通常一个好女人 有多重要啊 老公能够帮助你 完成什么样的 您刚才说的 让我们继续口水 做下来的节目 让我表演一下好吗 好 好 拿着话筒上钢钢钢钢 他得真是乱晃的 龟钢 活了四十多年 第一次看到有女歌手 像一张 拿着话筒上钢钢钢 他得真是乱晃的 龟钢 我怕我没有机会 跟你说一声再见 因为也许就再也见不到你 明天我要离开 熟悉的地方的你 要分离 我眼泪就飘下去 我会朗朗记住你的脸 我会刺激你给的思念 这些日子在我心中 永远都不会抹去 我不能答应你 我是否会再回来 不回头 不回头 不回头地走下去 谢谢大家 我不知道 我没有看到过 反正我是个人活了四十多年 第一次看到有女歌手 像一张唱片那样转着唱歌 你这样的气质形象 你这样的气质形象完全可以适合舞台 为什么想到要学钢管舞来表演 可能也是为了经济提高一点嘛 因为在以前我觉得工资就是一个普通演员 就是六十到一百二的工资 然后家里因为有了宝宝 压力也非常大 我希望多挣一点钱嘛 一场表演大概能挣多少钱呢 我们就是在六十公里以内呢 我基本上说的是六百 有没有人就是说 我可以给你更多 咱们换个地方表演 有 我在真上一个酒吧去演过一次 那一次呢 是我一个很好的朋友 他表演节目的时候呢 就是下面的观众 他不要他喝酒嘛 就是在酒吧里面 然后他可能喝多了一点 就是在肛骨上直接摔下来了 然后我就去帮他 帮了他跳四天 我非常不喜欢那种氛围 虽然说钱可以多振一点 甚至还可以得小费 我还是比较喜欢 给我的乡亲们表演 踏实一点 黄荣你来到妈咪啊 这个舞台你的愿望呢 其实我这一次能够来参加妈妈咪啊 我非常的激动 简直不敢相信 感觉在做梦 我觉得我通过这样一个平台的话 我可以让更多的乡亲们看到我的表演 还有别的村的父老乡亲也可以叫我过去演出 我非常的乐意 我觉得也不知道为什么大家很欢乐 可是我心里面有一点沉重 为什么呢 就是在欣赏之余 有一点心疼 就我们刚刚一直在讲说他像张子怡 像张伯之上很多的人 同样的一个条件 同样的才华 我一直在想就是 其实真正的差距 他就是在生命中缺乏属于他的那个张艺谋 那个李安 是吧 谢谢 所以我率先要表态 但真正的重点是说 我们真的要鼓励 像这么漂亮 这么有才华 而且这么真心诚恳 带给我们开心正能量的妈妈 我们真的要给他鼓励 通过 谢谢 黄龙真的 我觉得你的心态特别好 不一定非要说 要去走到一个更大的舞台 刚才舒俊讲的正能量 你会有更精彩的人生 谢谢 谢谢黄龙老师 每看到你一次 都会让我们更快乐一次 所以说我要迫不及待地对你说 下次再来 谢谢 我非常欣赏你的那个 那么年轻就 非常清楚自己要做什么 我非常期待下期你的表演 谢谢黄龙老师 我叫李燕 今年46岁 我以前曾经也是一位 还不错的歌手吧 我出过20盒的个人专辑 为了孩子和家庭 我在家宰了20年 第一次接到导演电话的时候 我激动的都哭了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是盼望太久了吧 今天能够来到这里 参加这个活动 真的很紧张 也不知道能不能 把我真的水平能够转出来 欢迎您来到妈妈咪 能不能做一下自我介绍 我叫李燕 我来自湖北武汉 我今年46岁 我有两个女儿 大女儿18岁 小女儿也有14岁了 像您这样的气质 怎么有点 总拿裙子干嘛 我好紧张 第一次上台这么紧张 没有不是 我以前也是一位歌手 我唱了十年的歌 我录制过20盒的个人专辑 20盒专辑啊 是 您都和谁通过台 能不能跟我们 忘了 都忘了 我现在好紧张 我就忘了 张燕你别紧张 出了20张专辑的职业歌手 你怎么会紧张呢 我20年没唱歌了 你现在这个状态 不像20年没唱过歌 你现在20岁从来没有唱过歌 没有 不是 那你问我好奇啊 你之前出过20张专辑 你怎么 什么事情让你突然20年都不唱歌呢 我 生孩子以后 在家里就带孩子 我是一个人要带两个孩子 所以 所以我没有时间 我太忙了 不需要那么紧张 要不我裙起掉了 你一直在 他一直在这里 真的不像是一个 这个 出过20张专辑 对 他紧张到一直在拉他的裙子 我们给他奖心鼓励 让他不要那么紧张 好不好 谢谢 别紧张 别紧张 您现在这么紧张 就是让我好奇的是 您可以不来 但是又是什么原因触动了你 让您 扩别了20年舞台之后 又愿意回到这个舞台上 我 做了20年的妈妈 好像接触社会都少了 孩子学校填表格的时候 别人的妈妈都是 什么老总啊 经理啊 都很有成就 我就填的家庭主妇 他们两个人都觉得很丢脸的 每天我就忙的 也是以前经常就 穿的一个星期衣服都没换呢 就去接他们送他们 他们觉得我是 所有妈妈当中最丑的 你跟他们说没关系 你没有换衣服 我一个星期没有洗澡 没洗剑 但你太漂亮了 所以你不洗澡没关系 李玥你也很漂亮 很美丽的妈妈 那可能是化妆了 不化妆了 丑了 你不仅美丽还谦虚 那您怎么来到妈妈的这个舞台 我想做了20年的家庭主妇 我压制自己 就装着自己不想 就压抑自己好久 所以但我这次下定决心一定要来 我就是要来唱歌 所以谁给你报名的 是你自己还是 没有我当时 我是因为去年的时候 我因为生病那个乳腺癌 做化疗 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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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去年的时候看这个节目 生病的时候 做化疗的时候就看这个节目 我说了不哭的 这个 她好纯真 是不是 她好纯真 好了好了 当时就是看见那些妈妈都那么勇敢 他们也面对生活很多的难处 他们还那么阳光 他们可能比我更难 所以我想他们都那么勇敢 我为什么不可以呢 我也要来 当时我在病床上我就想 我好了 我一定好一些了 只要有可能 我一定要站在这里 我也要来唱歌 我唱歌还是唱的可以的 全世界的先生女士们 今天是我们李燕女士 阔别舞台二十年的回归演唱会 大家掌声有请 我们的李女士 为我们带来今晚的第一首歌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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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将真心扶给了你 将悲伤留给我自己 我将青春扶给了你 将岁月留给我自己 我将生命扶给了你 将孤独留给我自己 我将青春扶给了你 将冬天留给我自己 爱是没有人能了解 爱是永恒的旋律 爱是欢乐泪珠飘落的过程 爱曾经是我也是你 我将春天扶给了你 将冬天留给我自己 我将你的背影留给我自己 却将自己 却将自己 别留 你 谢谢李燕把自己珍藏了二十年的歌声 带到了妈妈咪的舞台 谢谢你 谢谢 走了吗 哎呦 不对 对不起 嗯 其实 如果 他太着急了 他太紧张 他太紧张了 李女士 本来您是可以走的 但是 如果你走之前 不听听舒俊老师的 就是 他对您歌声的那种感触 你不要可惜 对对 我就想听舒静老师说的 真的 我刚才我想来 我要说的 我又忘了 一会儿刚才 哇 他好可爱哦 对 李燕我刚刚 用了我二十年的功力 听你唱歌 静静的听 你的唱法 我觉得与时并进 以现在最新的 女歌手来讲 大有人在 我这时候只想说 这二十年 辛苦了 你早该出来 找到自己 该做的事情了 我觉得李燕 特别代表 妈咪啊这个节目的主旨 就是我觉得 你可能自己 都忽略了自己的美丽 你自己都可能 没注意到 包括你一直不知 如何安放的左手 没事你放哪儿都没关系 但是真的 我觉得歌声 平静 简单 然后很纯粹 还有就是 我觉得你很勇敢 你真的很勇敢 你可以来说 我就是要 为自己来唱一次 我要 证明给自己看 我觉得特别好 我相信你女儿和你 老公一定会 看到这个节目 会以你为荣的 我觉得 下一次你唱的时候 一定不会这么紧张 而且你真的是个可爱的妈妈 谢谢 好像黄老师说 你忽略了你自己的 那个可爱跟漂亮 就好像你刚才唱那首歌 整首歌都是说 我把所有的东西 所有的时间 都给你们了 你的女儿 你的家庭 你一辈子都 付出自己的时间 然后放弃自己的梦想 你忽略了你自己 我希望下一次可以看到你 更有自信 做你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所有的人都会说 你是为了不起的妈妈 我可以想象 二十年来 在你女儿眼中 你都是一个 彻头彻尾的家庭妇女 但是一旦你走上舞台 即便在你紧张的情况下 你也如此有光芒 让我们更加感受到 一定要对妈妈好 谢谢老师的鼓励 谢谢 加油 李晏 李晏 这二十年绝对没有空白 再度出现 我们都真诚的欢迎你 特别是妈妈咪亚 谢谢 恭喜 谢谢 谢谢你们 谢谢李女士带给我们这么棒的歌声 她跑了 她跑跑了 大家好 我叫王于静 大家可以叫我王冒 我今年四十四岁 因为从小外貌的原因很自卑 很多人都取笑我 这次来到妈妈咪亚 见到很多妈妈都非常漂亮 非常出色 所以我很紧张 让我们请下一位妈妈 老师好 这位妈妈 欢迎你 谢谢 太酷了哈 一下子我都不知道该叫兄弟还是叫姐门 您这个装扮和妈妈真的还蛮混搭的这种感觉 打扮的有点中性 她还性非常紧张那个秀 她有点紧张 做一下自我介绍 我叫王于静 我今年四十四岁 我儿子已经十九岁了 大家可以叫我毛毛 您是一直都是这样的性格 还是今天我的妈妈咪亚特别的做这样的打扮 我一直都这样 那今天来到妈妈咪亚的舞台你有什么样的心愿 我就想证明自己 因为我一直很自卑 然后因为外表妈长得丑 哪里呀 因为今天我化妆了 是您自己对自己有这样的看法 还是说周围的人 因为我从小嘛 相貌长得就比较丑陋 就是继承了父母的所有的缺点 身边有很多朋友都取笑我 觉得我像男人嘛 然后自己也感觉自己挺奇葩的 那今天来到妈妈咪亚 你是有怎样的勇气 鼓起勇气自己来 还是家人支持你来 是在我老公的鼓励下 来到了这个舞台 我老公他特别喜欢我唱歌 那老公也一定很爱你 对 老公是不是说你特别美 对对对 那不是很漂亮很幸福 一个人美要美给一个人看才是美的 不一定非得美给全世界的人看 对呀 那老公今天也一定肯定陪你一起来 对对对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你的演唱 好啊 我还有这舞台上就别自卑了 因为这样挡着我们 因为这样挡着我们 月光就那么忙 对呀 很漂亮啊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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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个晚上 在梦的荒野 我是骄傲的巨人 每一个早晨 在云试镜子前 却发现自己活在提到边缘 在钢琴水里的聪明里 在忽来换取的生涯里 计算着梦想 和现实之间的差距 我温馊 可是我很温柔 外表冷漠 内心狂热 那就是我 我温馊 可是我有一缘和皮球 一点卑微 一点懦弱 可是从不退缩 我温馊 可是我很温柔 外表冷漠 没净狂热 那就是我 我温馊 可是我有一缘和皮球 一点卑微 一点懦弱 可是从不退缩 你这个声音是天生的 就是这么像男生吗 对对对 你说话没有 对 那你平时是都唱女生的歌比较多 还是男生的歌比较多 我年轻的时候特别喜欢唱歌 然后突然发现就只能唱男人的歌 然后现在我的音域就是张学友的歌 我都要降调唱 所以基本上都是唱男生的歌比较能表现 对对对是 老公陪你来了 老公可以上台陪着你吗 好 好 这么鼓励之心的老公 我们得见见 不是老公你这是 我觉得这样 那个是发行戏 他不是老公 他帮他补装 我觉得这样应该会好一点 毛毛为我们介绍一下 你这位这么细心体贴的好男人 我老公叫王恒 他今年33岁 比我小11岁 小王 我有一个小小的疑问 您太太说他今年43 然后孩子呢是19岁 然后你是33岁 对 这孩子怎么就就19岁了 是这样的 因为01年的时候我就离过婚 然后没多长时间 就遇到了我现在这个老公 就是在KTV嘛 就碰巧同时点了一首歌 张学友的1000个声音的理由 他就让我先唱 结果我唱到 唱了一半的时候 他就把话筒就放到那了 然后说他不唱了 然后我说为什么 他说你唱得特别好 就当天就留下了联系方式嘛 我头一回听到他唱歌的时候吧 特别的那种 让我觉得惊讶 我觉得一个女人 能发出这样的声音很特别 你老婆除了唱歌吸引你 还有什么吸引你的地方 我就是觉得他这个人真诚 特别特别善良 所以就是特别有想要去爱护他的那种 那种想法 明白 我认识他的时候 那时候我是31岁 他是20岁 所以直到过了两年 在2003年 他到了22岁合法年龄 我们俩就交定了结婚证 小王 当初你有没有告诉你爸妈 我想选毛毛做我太太 有 回家跟父母说了以后 父母特别的那种极其的反对 完了 身边的朋友特别的质疑 都 因为我们两个人在一起 跟我们的关系疏远了 可是这么多年 我们风风雨雨走过来了 而且看见身边很多的朋友 一些人 都分分合合的 我们俩还在一起 所以 我 他们现在看到我们这样 一天一天日子过得 都特好 其实他们现在也是发的内心的 为我们祝福 我提一个小小的请求 我们是不是有这样的幸运 可以在现场听听 你们俩唱那个 一千个伤心的理由 可以吗 非常感谢 我忘了歌词 许多的人 有伤心的理由 这一次我的爱情 等到了天长地久 去过的 去过的 再也不用回头 爱我的心 没有任何经求 许多故事 有伤心的理由 这一次我的爱情 等不到天上的酒 走我的路 再也不能停留 以前个伤心的理由 以前个伤心的理由 最后我的爱情 在故事里慢慢陈旧 以前个伤心的理由 以前个伤心的理由 最后在别人的故事里 我被遗忘 谢谢 在其他老师发言之前 我想凭着冲动做一个决定 因为人有时候做决定 真的需要冲动 因为我真的希望 我们的毛毛能够在歌声当中 变得更自信 更幸福 祝你们好运 谢谢程雷老师 谢谢老师 今天真的见证了真爱 那至于你的歌声呢 很抱歉 我没有办法跟你老公一样 这么地称赞你 这么地欣赏你 我还需要一点时间消化 所以我暂时不让你通过 我希望上次看到毛毛来的时候 头发可以疼起来 对 毛毛 毛毛自信起来 你最应该自信 你有一个 你看看 你在一个人的眼中 是美丽的 就足够了 好 自信起来 加油 谢谢 谢谢 我今天 我今天特别想感谢 妈妈咪啊这个舞台 给我老婆这次机会 来参加这个节目 因为她 确确实实 这么多年一直都 都没有这个勇气 特别自卑嘛 我也想借着这个舞台 对我老婆说 老婆 我 我知道你这么多年 都一直特别热爱歌唱 不管以后 你在歌唱这条路上 能够得到怎样的结果 你在我心里 永远都是最棒 我会永远爱你 如果这就是爱 在转身就还勇敢留下来 就算受伤 就算连累 都是生命令温柔光感 你爱 在回忆里 总是那么明白 我人生有史以来第一次 我强忍住这个冲动 我真想上去抱抱她老公 这么好男人啊 今黑夜等待 大家好 我叫陈静怡 今年25岁 是香港演艺圈的一个新年 今天我来Mama Nia 就是想让更多内地的观众去认识我 希望能得到更多的发展机会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Mama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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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泡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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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泡� 中文字幕——YK 哇,Angela Baby跟小雅轩,有没有那个感觉,是中国人吗? 我是的,我是香港的,香港人,爹地还有欧盟人,爹地就有八分之一,她也是葡萄牙的混血儿,所以有点外国的感觉。 我们这国她是妈妈咪啊,但是来的是个芭比娃娃,我觉得。 对,有点,所以我说Angela Baby好像芭比娃娃一样。 我叫陈静怡,那我是香港演艺圈的新人。 你做什么呢?演员吗? 其实我之前有拍过《Langmo》,谢谢。 我们香港人叫Langmo,就是比较年轻的模特儿。 嫩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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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嫩模,你是嫩模,这个意思是吧? 明白了,明白了。 就好听一点,就是年轻的模特儿。 年轻的模特儿,是小模特儿吗? 对啊。 但是刚才。 我是妈妈模特儿。 妈妈模特儿。 你说的。 看着很小,你几岁啊? 我25岁。 25岁。 对。 两个小孩刚刚才说。 两个小孩。 小孩几岁。 就是我带的女儿儿现在8岁。 然后我小的儿子现在。 等等等等等等。 我来算一算啊。 25岁。 也不用拿笔算,拿我拿脑子算。 16岁。 差不多。 17岁多,就是生第一个小孩。 那你16岁就怀宝宝了。 16岁半吧。 黄老师算的这个更准啊。 16岁半发生了什么。 那你16岁就怀宝宝了。 16岁半吧。 黄老师算的这个更准啊。 16岁半发生了什么。 那这是法律上是不是。 就是其实香港16岁到21岁。 只要爸妈同意就可以结婚了。 而且生小孩。 你16岁就结婚生小孩了。 生小孩。 陈静怡是一次意外? 还是说想好结婚生孩子? 陈泪这里问太多了吧。 我不知道该怎么用更加就是。 含蓄的。 你没有含蓄。 这两个字在你那里不存在。 其实是因为从小我爸就很疼我。 然后把我当成一个小公主那样疼我。 然后小时候就很想当妈妈。 还有我很想有自己的家庭。 因为我觉得一下太开心了。 后来我跟我男朋友有了小孩。 当时我又非常的爱他。 所以我们就决定结婚了。 那现在小孩跟您的老公是很开心吗? 我们分开了。 就离婚了。 多少钱? 差不多四年之前吧。 就离婚了。 四年前你才21岁。 对。 你老公跟你一样的同学是吧? 他比我大了三年。 那也是个小孩。 就是离婚之后我就是一级其实也是我爸妈。 他这么小在这儿说我离婚之后我都有点不适应。 他还是个小孩啊。 他两个这么大的孩子还离婚了。 你不是。 你不是。 这个节目对我。 他这么一看你啊。 蕾子你更不适应了。 对啊。 那个静怡。 我最好奇的现在是你还是个小孩。 你自己带小孩吗? 其实都是我爸妈在帮我带小孩。 以前我没有努力去为我的小孩去给他们好的生活。 还有当一个好的妈妈。 但是因为后来我家里面就是我爸爸在三年前有了癌症。 末期癌症。 当时我们一家人听到这个消失的时候真的。 我们觉得天踏下来一样。 我们一直在哭。 然后我爸爸就是没有哭。 他反而安慰我们说。 叫我们不要担心他。 就是叫我们。 他说。 其实他是末期嘛。 末期癌症。 其实是。 就是他知道他没有多长的时间。 但是他反而没有哭。 安慰我们。 然后说。 他做一些化疗就没事。 但是。 那个时候我觉得我应该要长大。 我二十多岁了。 我觉得。 其实真的。 我不想再要我妈妈担心。 好,我们别哭了。 好,我们别哭了。 还有就是在我们一站在医院去等他久的时候。 等了十多个小时。 然后。 妈妈叫我们去买点东西去吃吧。 。 然后。 爸爸就在这个时候走了。 其实。 不是。 他真的。 太担心我们。 因为他走了。 不开心。 他正想。 是我开心。 是我的小孩开心。 所以我真的不想他担心。 真的。 好,别那么难过。 。 因为我做父亲啊。 书记得做父亲。 有时候想想。 你要是想着有一天你不能照顾自己的小孩啊。 真的心里就觉得。 好,好,好复杂。 好复杂。 他是先做了大人长大才做的事情。 然后他才长大。 他是反过来的。 有些人是先长大。 懂了很多人生。 经历很多人生。 然后结婚。 生子。 他是在很小的时候还是个小孩。 是吧。 16岁。 17岁。 就生了两个小孩。 结婚。 结果他今天。 我相信你来到这个舞台也是希望。 可以更多的展现自己。 可以有更多的机会。 是不是。 其实。 对。 因为我想就是在妈妈咪亚这个舞台上就是可以让更多国内的人认识我。 知道我。 然后可以得到更多的发展的机会。 为了小孩。 就是为了挣钱啊。 对。 不是。 因为我常常就是有点贵族。 算了很真实很好。 因为我学历不高。 我觉得这个工作就是演艺圈的工作就是在我选择的范围里面就是比较收入挺高的。 我真的有点贵族。 因为我不可以像平常妈妈一样给他们那么多时间带他们去学校的一些性子活动。 就是因为怕影响他们学校的生活。 然后我就是很谢谢我的小孩真的。 他们虽然是只有八岁七岁。 但是他们会真的很懂事。 就是我回家的时候他们会问我辛苦妈妈吗。 快点睡觉了。 我那个时候我觉得真的。 就是。 很温馨。 多辛苦也。 就是很开心真的。 我想像我爸爸一样那么坚强。 可以当他们的榜样。 对。 所以我觉得就像有多困难我。 我还是会走下去的。 我们总说我们在支持我们的孩子。 其实有可能我们的孩子才是我们大人的支撑。 真的是。 因为有了儿女我们变得勇敢坚强。 我觉得她的故事特别好。 她爸爸给了她一个坚强的勇敢的一个教育。 我觉得你可以别去管别人说什么。 爱说什么说什么。 根本不用在乎。 博之都是你的榜样。 我也是。 她也是一个自己在努力工作。 我也是。 然后勇敢坚强的妈妈。 我觉得这个舞台就属于这样的妈妈们。 真的是。 谢谢。 谢谢。 那我们来。 好,我跟Mia讲一下。 虽然是因为伤心的理由被迫长大。 但是坦白说也该长大。 为人父母其实真的是人生另外一个境界。 你可能还认为以你先天的条件。 可能可以解决或掩饰很多东西。 让你有优势。 但是我相信, 可能博之也相当同意我的话。 有这么多的嫩模。 这么多的漂亮的女生。 你要在其中出雷拔碎。 有更多的条件, 赚更多的钱来照顾家里。 得到这个机会, 非常不容易。 但是如果只是这样的程度, 还是不够的。 所以我这一票, 不通过。 希望你记得心里, 继续加油。 好。 谢谢老师。 刚才那个表演, 真的不行。 虽然我跳舞也不好, 但是他比我更不好。 但是呢, 他的故事, 我真的很感动。 在这里呢, 我想要跟他说一声, 现在, 你清楚知道自己要做什么。 特别是为了小孩, 为了家庭, 为了自己的人生, 活出自己的精彩。 那刚才表演, 完全不通过。 但是, 你自己人生的表演, 我非常通过。 继续加油。 谢谢。 谢谢。 我很想给你这一票。 不是因为你的才艺, 我是挺想替你的爸爸, 再给你多一个鼓励和支持。 好吧。 谢谢。 真的谢谢。 谢谢老师。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你特别努力。 然后, 也特别的勇敢。 真的很想支持你。 但是要知道, 我很难, 就是因为你的舞蹈的表现, 然后就给你。 但是, 可能我上一次会给你惊喜啊。 你想看吗? 谢谢。 做人要一致啊。 前面说了那么多好话。 放了那么多狠话。 对。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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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水井村。 一个隐藏在大山深处的苗族村寨。 这里的村民, 祖祖代代都生活在这点大山深处。 这个古谱的村子里, 有一群妈妈, 这几天因为妈妈咪啊而兴奋起来。 。 妈妈, 明天妈要去上海了, 你在家里又归一点。 这是我要去上海演出的礼服。 好看吗? 妈妈咪啊, 我们来了。 。 欢迎这一群妈妈。 。 各位老师好。 我们是来自云南复明县省的苗族妈妈们。 这几岁啊? 我们最小的有二十岁, 然后最大的有四十。 四十的是? 这一位妈妈。 哦,你好。 二十的是? 是这位妈妈。 哦, 服装都统一, 鞋子也颜色一样。 能不能告诉我们为什么有些人的帽子是像个饼? 有些人的帽子是像一个锥子? 因为我们苗族的妈妈的发型就是这样。 然后在我后边的。 不是帽子,那是发型。 发型。 然后在我后边的这个渐渐的发型呢, 是我们古老的盘发方式。 然后在我头上的这个呢, 是我们现在的盘发的方式。 是。 那这个衣服穿得这么漂亮, 是你们平时就是穿的衣服还是说? 这是我们的礼服, 就是在结婚的时候穿的, 也是有重大的节日的时候我们穿的。 哦, 今天也是重大的节日? 是。 哦,今天带来什么节目? 哦, 我们要唱歌。 唱歌? 嗯。 好,我们来听听来自云南的原声泰的歌声。 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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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can't resist you Mama mia I wish you again My man Cause I'm not sure I miss you Yes, I've been broke and falling B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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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le Why, why? Day, I had the lights to go Mama mia Now I really know My man, I couldn't have the lights to go I can't feel the lights to go I can't feel the light I can't feel the car It's the enca It's perfect You're going to play a read You're going to learn English It's a real language I like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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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把歌词带来了吗 带来了 那能不能给我们也看一下 好 他有一个 Blue's in the day 它是Blue Blue Blue就是Blue的意思 Blue Blue's CCT Blue's in the day 好聪明哦 我第一首英文歌曲就是这样的学来 对 我也是这样 那这个 Are you going to the Scarborough Fair 他就 阿呦 勾音 土司卡不瑞尔 对 其实还蛮接近的 对啊对啊 我这首是妈妈咪亚的 妈妈咪亚 Here we go again 它是黑而喂狗 这个很厉害 我以前也干过这事 就小时候记不住那个单词怎么念 就拿中文全在里面记下来 上学时都干过这事 对 都有啊 有有有 怎么会选唱英文歌呢 因为大山里面特别的封闭 我们的老人一辈子都没有办法走出大山 我们的村里面就叫小水井嘛 但其实很干旱 就是到干旱的季节 基本上我们的农住屋都是没有收成的 所以我们不希望我们的孩子像我们一样过一个靠天生活 过日子的这样的生活 所以我们希望他们能够通过我们的歌声 然后他们能够到外面出来走一走看一看 然后学习外面的知识 把他们学到的带回到家乡里边来建设自己的村庄 这样的 多好的心愿 那你们平时也会唱很多的歌吧 我们也会唱的 但是唱什么歌呢 就是唱我们苗语 我们苗族的一些歌曲 好听的 我们就拿来唱一下 我其实特别好奇 就是能不能给我们唱上一小段 这个你们的平时唱的那个 特别好奇 就是能不能给我们唱上一小段 这个你们的平时唱的那个 可不可以 好的 可以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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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辣植摩 辣植摩 照相更高辣植摩 辣植摩 辣植摩 这个铁带辣植摩 祝你摩 祝你摩 安迪宝 祝你穿 祝你穿 安迅子 辣植摩 辣植摩 照相更高辣植摩 辣植摩 辣植摩 这个铁带辣植摩 辣植摩 祝你摩 安迪宝 祝你穿 安迪宝 辣植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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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好听啊 真好听 虽然我们完全没听懂啊 但是依然觉得千赖之夜 辣植摩 是吧 辣植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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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今天这个我们讲说大山的声音真的是天籁 天籁 带给我们那种感受那种震撼 我觉得不光是声音是天籁 他们的面孔 他们的表情也是非常纯净的 对 让我们感受到最平凡的美好 我觉得这种感情真的让人很感动 而且他们的出发点就是希望说小孩 能是更有国际观嘛 将来不要受限到原来自己的家乡 可以到外面去发展 像他们今天唱的第一首 在我脑袋里面形成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版本 可以把这种歌等于是唱成一种 我认为是一种世界音乐 已经超乎语言的限制 是 让大家都能感受到这首歌 在旋律上原来的美好 我要给他们通过 好 感谢你们来到这个舞台带来这么好听的音乐 希望还可以再看到你们 我希望在一起你们可以带给我们 这些天爱的歌声 当你们再次走到这个舞台的时候 真的带着你们的孩子来 因为当孩子看到了二面的世界 他回去以后 有可能真的会变得更勇敢 更好学 然后真的会未来做出一点事情 能够改变家乡 让爸爸妈妈爷奶奶过得更幸福 祝你们好运 穿着 他们来 谢谢大家 对 谢谢大家 东方卫视妈妈咪娅 参与更多精彩话题互动 同时请登陆网易搜狐腾讯新闻客户端 关注新浪娱乐 腾讯娱乐 风行网 手机互联网 三机门户 了解最新的节目资讯 感谢独家战略搜索引擎百度